嗨,大家好,这里是Vira,又和大家见面了 清明节马上就要来了 大家马上也要迎来春暖花开的春天 在澳洲的我们也即将进入秋季 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解我们的乡愁 和Vira一起来做青团吧 吃过青团才算没有辜负春天 在海外的我们买青草汁不是那么方便 这里我们用菠菜来替代 菠菜加盐来进行固色 焯水之后放入冰水当中 稍微沥干水分之后 我们将它放到搅拌机中打碎 然后我们沥干大部分的水分 大家注意在这里我们取的是菠菜渣的部分 菠菜汁的部分我们可以先进行保留 之后可以用作面团干湿部分的调整 取糯米粉加入砂糖 还有温水 然后将它们搅晕 这里稍微搅拌一下 不需要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另取一个打蛋盆 将凳粉和烧开的开水进行混合 再与第一步的混合体 愉快地搅拌在一起 随后我们加入猪油的部分 这一步我们需要把面团搅拌均匀 可以戴上手套借助手的力量 把面团揉合均匀 大家做青团的话 手套是必备的哦 可以有效地防止粘粘 然后我们放入电子蒸锅当中 蒸15分钟 蒸好的面团是颜色均匀 没有白色的部分即可 随后我们将菠菜渣 浇入到面团当中 这一步可能是我们做青团 最麻烦的一步 大家可以戴上手套进行揉合 时间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 如果手套过于粘粘 大家可以随时涂上植物油防粘 大家这一步一定要耐住性子哦 肉松内线的部分 我们将美乃滋 肉松和简单黄酱合均匀 硅胶垫上我们也需要做好防粘的工作 薄薄地涂上一层植物油 然后将外皮和内线 按照图中的刻数 来进行分割和滚圆 我们取青团外皮的部分 用掌心的力量将它按压平整 然后我们将四周稍微拉开之后 左手指腹按住内线部分 右手配合推的动作 来将内线包裹进去 可以按照我图中的方法 来将我们的青团进行最后的整形和滚圆 圆溜溜的一小刻有没有很可爱呢 除开创新的咸淡黄肉松内线 传统的红豆沙内线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其后我们用同样的手法 将青团整形出来 大家做好之后 一定要记得涂上植物油进行防粘 因为青团大部分的材料是糯米 糯米浴水之后会非常粘连 涂上薄薄的一层 不色无味的植物油 也有一种保湿的效果 有条件的同学 如果有蛋黄酥的盒子 可以将青团单个包装起来 这样送朋友也是非常精致的 另一种包装的办法 我们可以取一小块保鲜膜 正面朝下底部我们收口之后 一颗饱满的青团就完成了 青团甜甜糯糯 咬下去是满口的咸淡黄肉松的复合味道 快快一起来动手吧 一起来试试春天时令长鲜之美 青团的保鲜办法有两种 室温保存之后我们三天内吃完 第二种是我们放入冷冻层 蒸上五分钟之后就可以食用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微辣厨房 我们下期见